忍受一般人不能忍的恥辱 我这个是过来忍的 这样的恥辱的时候 我是过十五年 天天都是我 所以你不好许 你不深入 这个金藏 你对佛法的味道你尝不到 这个是我们在讲习里面 报告很多次 我自己感触很深 好学真的是太难 为什么呢 现在的年轻人 二次大战结束之后 中国这是难得 几十年的安定成品 大家有佛报 没有受过苦头 没吃过苦头的人 不知道学的重要 不知道学之可贵 我们是身在抗战期间当中 天天打仗 今天不晓得明天还能不能活在这个世界 过这样的日子 所以父母交给我们 什么都要会 不会你就活不下去 这一个战争打乱了 家破人亡 你小孩子流离失所 你自己要能照顾自己 你自己要能照顾自己 所以我从十岁就学烧饭 烧菜 你自己要能活下去 学缝衣服 缝被子 补衣服 你都要学 现在人过得很舒服 日子好过 比从前复数太多了 要富有 物质生活是提升的 可是精神生活就堕落了 这是我们在整个世界所看到的 不懂得学 也没有这个缘分 在佛法里面讲 没有善根 福得因缘 没有缘分 也不认识善知识 认识善知识 也不知道亲近 也不晓得怎么样跟他学法 所以非常困难 学先要酷学 要真正的时候 有认知 这门东西好 我是当年 我这个经历 诸位都知道 年轻的时候 也是把佛教看作迷信 遇到方老先生跟他学哲学 他给我介绍 佛经是最高深的哲学 他说佛是大哲学家 甚至佛经是世界上哲学里面的最高峰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相守 我是被他这番话引入佛门 我相信老师 我知道老师不会欺骗我 所以对于这门学问是棋而不棋 到今年55年 我没有一天不读经 我读经不是向别人读经 别人读经是正常知识 我读经是修佛 经里面的教诲 佛不是教别人 佛是教我的 我要下定决心要把它做到 要把它乐实在我的生活当中 这个样子我才有什么用啊 不是为别人学的 为别人学有什么用处 是为自己学的 提升自己的灵性 那帮助呢 帮助真正好学的人 对大众 这个奖金 这是借语 他听多少 是他的思绪 他领悟多少 也是他的思绪 不能勉强啊 那什么人能欺辱呢 真正发菩提心的人 菩提心是什么 四红十月马 真正发了众生无别人十月度 你看到 不要说法界 变虚空法界 不必说这个 就看地球上 地球上现在将近七十亿人 过这么苦难的生活 你真正发现去救他 这是菩萨性 你要发现救他 你自己没有道德 没有智慧 没有能力 那你这个愿是空的 你做不到 你要求智慧 你要修养道德 你要成就学问 你才能帮得上忙 发这个心呢 不一样 所以佛给我们讲的 发这个心 头一个他断烦恼 第二个学法门 第三个成佛道 你再回来普度众生 所以头一个是烦恼 烦恼不断没办法 烦恼总的来讲 这个是不知道讲多少次了 执着要断掉 对于一切人 一切私 一切无的执着 这个东西不能用 有执着 佛法听不进去 你就入不了门 执着去掉了 你还有分别 你能入门 入门不深 深度不够 分别也放下了 还有妄想 有妄想是 你没有办法撤悟 换一句话说 真正佛境界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去除 现在在《华严经》里 诸会看到 执着真的断掉了 最高能够达到第七心菩萨 这个分别没有了 心地清静 可以能够达到九心实现 不能达到促逐 要把起心动静都放下 那就是破一批无名 这一份发生 这在促逐物上 总纲领啊 我们今天这个也执着 那个也执着 不行啊 所以老师教给我们 看破方向 自在随缘 这给你讲总的 那个西的呢 那就是佛家所讲的戒律 头一个是十三月道 十三月道 我们为什么这么到呢 我们从小啊 对于传统的 伦理道德教育 促乎了 你像这个弟子规的教学 弟子规是从小教的 不是长大之后在学的 那就很困难了 是从小还生下来 眼睛张开 他会看 他会听 就开始教了 那不是叫他念书 是做父母大人 做出样子给他看 所以从前做老人的 那个弟子规 是他们的生活习惯 通通都做到了 所以小孩从小 他就受这个讯息 到三四岁的时候 很懂事 基础就很好 所以接触到佛法 吃善业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很容易就做到啊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